那是安全問題,來看打拿球怎麼會打到天26點 一個今年剛才國中出局的學生來到宜蘭 運動公訪和朋友少少打拿球 結果要對手打球的時候 雖然到天的拿球輕 他們去吃手的修正頭下沒在 都當天26點 他們去到家裡的人跟管議員認證 現在管議員,希望管政府就要全面檢討 國中學生吃手的沒在 有一個超過公分長的空手 讓天26點 這都是因為他打拿球 要把人的球打下來的時候 讓天網掛到的 一個國中拿球後對的必要生 送給朋友做火在宜蘭運動公訪打球 想要把人的球的時候 先讓天啊做的拿球網掛到 當中火一直到天26點 議員接到跟職人情 要求管政府 應該要全面檢討管理 所有拿球到的網 包含羅東跟宜蘭 還有蘇澳 都是用這個鐵字網 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是符合相關的一個規定啦 我們也將相關的保險資料 提供給家屬 那後續我們會來協助家屬 爭取相關的這個理賠 到有廚公 用十點內水的網子 沒有違反規定 民眾也覺得 如果是好花用 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碰了就好了 你不要伸手進去啊 伸手進去網子 裡面你是不是玩啊 不是 不是裂傷就是斷掉 我已經打了三四年了 我從來沒有受傷啊 就你自己要訓練啊 有些人是直接會去 會去故意去抓人 我從來沒抓好會受傷 如果不要去刻意的話 應該我覺得還好不會受傷 管政府說已經有 把變形的難求網子 拆掉了 春的難求網子 也會做專門的檢查 看看 有沒有需要都換掉 加州也只希望 不要有一樣的事情 再發生了 記者綜合報道